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出行旅游有的小伙伴觉得 慢慢走欣赏沿途风景也是一种享受 但如果时间比较紧的话 还是坐飞机比较方便点 毕竟很多时候旅行目的地才是重点 当然坐飞机也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快 经常在国内旅游的小伙伴 不管印象中飞机到哪儿都是两三个小时的事情 但要是一趟飞机飞上十几个小时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虽然这种航班并不多见 却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有代表性的就是从上海飞往纽约 整整十五个小时 虽然小编长途旅行一般会带本书路上看 但十五个小时也太夸张了点吧 看书是可以消磨时间 但飞机上也不像在家里 脖子瘦不瘦得了都是个问题 不过要说到世界上最长的航班 上海飞纽约这趟还得往后哨哨 在新加坡有这么一趟 同样是飞往纽约的航班 但人家这一飞就是十九个小时 这都快一天了 而且最吓人的是 十九个小时全程都在天上 也就是说你得规规矩矩的 在自己的小格子里坐一天 至于找些什么活动打发时间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空姐们都很难克服这种条件 这趟航班对空乘人员的素质 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飞行员 需要连续十九个小时保持精神高度集中 这换成普通人谁受得了呀 不过这么难熬的航班 相对在服务上也更加全面 就是票价嘛 一张大概要一万人民币左右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